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奇异校园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超零学生主播 花花 我们这个节目会带大家走遍世界各地 去搜寻一些奇闻意识 而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英国 探访一名15岁的少女 她叫Louise Ball 这个少女究竟有什么特别 我要带大家去英国去看她呢 原因是她有一个很奇怪的病 而她这个病会令她一睡 就可能睡十几个小时 甚至是再长一点的时间 听她妈妈说这个病来得很有趣 在年纪之前 她曾经有一个伤风感冒的症状 突然之间 她就进入第一次的分睡状态 无论她的父母怎么推她 推她 叫她 拍她 她都不会醒 其实Louise这个病 在医学上来说 叫做黑莱因来文综合症 也都叫做睡美人症 根据美国史丹福大学 是随随症中心主任米尼姆所说 睡美人症在医学上 还没有任何解释 只知道有机会是一些病毒的感染影响 而大多数也都发生在青少年龄的身上 这些病毒会影响她们脑里面控制睡眠的部分 她们大概可以清醒到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这段期间她们会有正常的睡眠和作息 但是过了这段期间 她们就会突然进入分睡状态 亦都是她们控制不了的 Louis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曾经试过去西班牙旅行 在回程的途中 不小心在飞机上睡着了 结果最后所有同机的成员 都要下机后要找人抬她下机 生活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平时她很喜欢上学 也很尊重舞蹈班 但是因为突然的分睡 很多功课她都跟不上 甚至错过了跳舞的考试 各位同学 如果今天开学的你 还怀念在农历新年假期 可以睡十几个小时的日子 不妨思考一下Louise这个个案 因为对他们这班患了睡眠人症的病人来说 睡得太多对他们的生活 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一个正常人 每日睡七至八个小时已经很足够 其他的时间不如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下次我还会带大家去搜寻我奇闻仪士 下次再见 拜拜